婆婆和大姑子住进我家里 我尽心照顾他们 大姑子穿着我的睡衣和我老公睡一张床 然后跟我说因为他们姐弟感情好 我说服自己后却看到大姑子撩起衣服给我四岁的儿子为奶 后来发现大姑子居然是我老公的童养媳 我出差一个月 今天准备回家 张浩说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今天是我和张浩四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我想着他总算是开窍了 张浩出身偏远的农村 家境贫寒 我喜欢节日里的各种小惊喜 但张浩总说浪费 我也就依了他 在一起后再也没有过过节日 没想到这次张浩居然主动准备了惊喜 可能我这次真的离开太久了 我也确实想张浩和我的宝贝儿子了 一路上我满心期待 可当我打开门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陌生女人 他穿着我的睡衣 旁边是我熟睡的儿子 我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只是呆呆地问 你是谁 他反问 你是谁 我脑子慢慢回神 走上前去一把抢过孩子 他却死死抱着不肯撒手 就在我们争抢中 儿子睁开了眼 我冲他招了招手 七七 快到妈妈这里来 可七七一句话不说 反而藏在这女人背后 恰巧这是厨房传出了声音 小月 吃饭了 我转身望去 是张浩和婆婆 他们看到我似乎有些震惊 还是张浩先露出满脸笑容 小梦 你回来了 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 我指着那个女人冷冷地问 她是谁 张浩见状把我拉进厨房 还没告诉你 我把我妈和我姐接到家里来了 以后他们就是你的家人 我难以置信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 张浩见我的样子拉住我的手恳求 你知道的 没有我妈和我姐就没有我的今天 尤其是我姐 初中就辍学打工供我读书 后来远嫁给我准备彩礼 没想到结婚后她又遇到一个家暴的渣男 要不是看到张浩言辞恳切的样子 我态度软了下了 当初我和张浩结婚 她姐就因为远嫁没来参加婚礼 甚至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张月 但结婚后张浩总是和我提起她 她说她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她姐了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毕竟这是第一次见你姐 张浩笑了笑抱住我 这不是给你一个惊喜吗 你看你平时那么忙 有妈和姐照顾七七不就轻松多了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看着客厅里婆婆 大锅子一起玩的七七也不好 多说什么 张浩工资没我高 我为了养家拼命工作 经常出差 平时确实对七七缺少陪伴 以前我回家七七总是迫不及待地抱住我 这次可能因为我离家太久了 对我有些生疏 我换上笑容走进客厅 妈姐真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们来 还闹了不少误会 婆婆瞥了我一眼冷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家 我见婆婆的次数不多 但这不是她第一次对我阴阳怪气 当初我未婚先孕她就一直不满意我 但是张浩说以后不会和婆婆一起住 不会委屈我 张越挽住婆婆的胳膊看向我 以后多多麻烦你们了 婆婆大方道 这是小浩的家 也就是你的家 你为小浩付出这么多 在这个家里 就算是小浩也得听你的 有我在这里 我看谁敢赶你走 我也不想和婆婆争辩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买的 这样家在中间不好做的也只会是张浩 在饭桌上婆婆把四个大闸蟹分给他们一人一个 过了好一会儿她好像才发现没有我的份 婆婆 小梦啊 你看你回来也不提前通知一生 那把我这份给你吧 我还没得及拒绝 张浩抢先说 妈 你养我这么大还没怎么吃过什么好东西 我们做小辈的怎么能跟你抢吃的 小梦是我老婆 当然是我宠着了 小梦来 你吃我这个 婆婆 那怎么行 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 就该吃好东西 张越健壮 小梦 我这份给你 我已经很感激你们能收留我了 小梦我可真羡慕你嫁得这么好 不像我之前嫁过去连吃口肉都奢侈 张浩 姐你放心 你现在回家了 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我看他们一人一句 显得我好像要在他们嘴里抢东西一样 没关系 这玩意儿我从小吃到大 倒也不缺这一顿 来 七七 妈妈帮你包 七七抱住张越 不要 我要姑姑包 婆婆笑得满脸灿烂 是不是因为姑姑更漂亮呀 七七扬起脸 姑姑最漂亮了 客观来说这个评价没错 曾经我也很漂亮 自从我生了孩子后身材就走样了 后来又忙于工作 无心打理自己 张越虽然比我大几岁 但依旧是个美人 脸上的几道伤痕还平添了几分五件油脸的感觉 婆婆 那让姑姑当你妈妈怎么样 我一下子急了 妈 你说什么呢 婆婆理直气壮 哄个孩子而已 你那么认真干什么 张浩这时候开口 小梦 妈就是开个玩笑 妈你也是 怎么什么玩笑也开 婆婆这才冷着脸道歉 不好意思啊 小梦 是妈嘴太快 不过脑子 你别介意 看她这样我也不再说什么 只是一个人生着闷气埋头吃手里的米饭 吃完饭后 婆婆拿来相机 那是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小梦啊 我记得你之前很喜欢照相 没错 摄影是我为数不多的爱好了 当初我怀孕的时候经常去拍照 婆婆说外面太危险了 容易出意外 对孩子不好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拿着相机去拍照了 也不知道婆婆是从哪里翻出来的 是啊妈 我妈之前还夸我拍照好看呢 那正好你回来了 你来给我们拍几张全家福 小夜和小号长这么大我还没跟他们拍过照片呢 我笑了笑 好啊 等他们三个做好 婆婆又招呼七七 乖孙子 你快过来呀 我们要拍全家福了 我的笑容僵在脸上 但我也不好说什么 看着镜头里的四个人其乐融融的 我好像就是多余的那个 过了半个多小时 拍了几十张照片 婆婆终于累了 正当我要提出我要和张浩拍张照片的时候 婆婆又发话了 小浩小月你俩去拍 婆婆在一旁歇着还要指挥 一会说挨近点 一会说再亲密点 哦对了 张月身上穿着我的那身睡衣还是我当初和张浩买的同款 张浩和张月都抱一起了 这哪像兄妹 没人说我都以为是夫妻了 但我只能不断说服自己是他们感情好 到了晚上我一进卧室张浩就抱住了我 老婆四周年纪念日快乐 老婆 我好想你 我轻轻捶了她一拳 你还知道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我看你和你姐拍照拍得挺开心啊 你说什么呢 怎么连我姐的醋都吃 说着张浩向我贴了过来 当我关了灯正准备和张浩深入交流的时候 我手上突然摸到了什么东西 等一下 我打开灯看着我手里的性感 那一问张浩 这是什么 张浩接过去 是咱姐的 之前你不在家 我让她住的这个屋 你让别的女人睡我们床上 别的房间又不是不能住人 张浩 小梦你别生气 是我考虑的不周到 主要她也不是别的女人 她是我姐 你别生气了 这时候门突然开了 张越走进来 我赶紧拿被子挡住自己 张越拿走张浩手上的内衣 我说找了半天找不到呢 我给张浩使眼色 什么情况 你倒是说句话 张浩却无动于衷 我只能严肃到 姐 你下次进来先敲门 我看到张越的脸色变了变 不好意思啊 以前我跟小浩都睡一张床的 没在意过这种小事 以后我会注意的 张浩 姐没关系 这就是你家 你随便进 等她走后 我问张浩 这几天你说哪了 张浩支支呜呜 我看她的样子也明白了 你们都多大了还睡一张床 张浩抱着我解释 小时候家里穷 我们一直挤在一张床上 小梦你不懂我们这种穷人长大是没有你那种条件的 那现在呢 现在有条件了 就算你们关系再好也得避嫌吧 我姐遇到人渣被家暴 刚到新的环境晚上不敢一个人睡 我只是陪陪她 你没经历过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你怎么不让你妈陪呢 轮得到你妈 王一梦 你真是不可理喻 说完张浩抱几辈子进了客厅 这天晚上我辗转难眠 接下来几天并没有发生什么 婆婆和张岳估计听到了我们那天的争吵 完全把我当成了透明人 整个家里都笼罩着一种诡异的气氛 除了七七在的时候 他们几个围着七七欢声笑语 而我 好像是个多余的人 到了周五我特地请了半天假去商场给婆婆和张岳买点礼物 后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我看到张岳撩起衣服 而我的儿子埋进她的胸里 我那一瞬间气血翻腾 丢下手中的礼物跑过去一把抱起七七 又使劲推倒张岳 她的一声大叫 七七见状也外的一声哭出来 这时婆婆听到动静出来 又是扶起张岳 又是要安慰七七 手忙脚乱的不知道先处理哪一方 最后还是朝我喊 你出什么疯 我气急了喊回去 你问问她干了什么 张岳掉出眼泪 七七饿了 我只是给她喂奶 婆婆也帮腔 你不管孩子小岳管 你有本事早点回来喂孩子啊 我指着张岳 我儿子都四岁了还喝什么母乳 而且你生过孩子吗 你有奶吗 婆婆 我儿子十岁的时候才见奶 四岁算什么 你个当妈的早早给孩子断了奶 我还没说你 怎么还怪起我们小岳来了 我们小岳也是好心 是女人就有奶 你瞧不起谁呢 张岳 小梦 你不要跟妈吵 是我的错 我就是一时着急 再怎么说妈也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能顶撞妈呢 我实在没想到有人能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来 我不想跟他们争论 有的人你跟她讲道理她只会耍无赖 七七使劲向后推我 不许你兄奶奶和姑姑 我一下子失去理智 我是你妈妈 你怎么能帮别人 七七呲牙咧嘴地喊 奶奶说了 我们都姓张 我们是一家人 你才是外人 这是婆婆脸上挂上一种被人戳穿的难堪神色 但也只有一瞬 下一秒她又理直气壮起来 我说的又没错 我抱起七七进了卧室反锁 可七七依旧在哭闹 她点起脚巴门锁 你这个贱人 我要找姑姑 我要找奶奶 我双手扣住她的肩膀 对她大喊 谁教你这种话的 又是你奶奶是吧 门外婆婆和张岳不断敲门 你快开门 别吓到孩子 不知道怎么了 那瞬间我居然想把孩子从楼上扔下去 小梦 你快开门 我听到了张浩的声音 我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我急忙打开门想要控诉这对母女的行为 没想到我一打开门张浩一巴掌就扇在我脸上 你看你把我妈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瞪大双眼不可思议 这是张浩第一次打我 我没想到有一天张浩会打我 婆婆倒在地上 张岳给她掐人钟 不过他们两个的演技实在不太好 也不知道张浩是真心还是假心了 王怡孟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任何人都不能欺负我妈和我姐 任何人 我觉得可笑 我欺负他们 张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你有问过发生什么吗 我们结婚四年 你不了解我是什么人吗 张浩怒喊 我更了解我妈和我姐 然后她拉过哭着的七七 七七 你告诉爸爸发生了什么 七七抽气着 妈妈是坏人 我不要她做我妈妈 我要姑姑做我妈妈 我的心瞬间凉了 我没想到我养了那么多年的儿子居然是个白眼狼 张浩低声怒吼 王怡孟 我没想到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妈和我姐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做主 你不愿意也得愿意 行 你们是一家人 就我是外人行了吧 说完 我独门而出 那天之后我就去了我闺蜜陈西那里 这个家我是一刻也带不下去 我不明白明明之前我们那么幸福的家庭变成这样 在我离开后的第五天 张浩给我打来了第一通电话 小梦 你快回来吧 之前那件事就让它过去 咱们谁也不提了 咱妈和咱姐的气已经消下去了 我冷笑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们原谅我了 张浩 我已经和咱妈咱姐说过了 你当时只是一式冲动 我怒不可 哦 张浩你还是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吗 张浩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居然敢撩开衣服为儿子奶 你不觉得恶心吗 还有他们居然挑唆七七说我是贱人 你觉得这是正常人做得出来的事吗 张浩沉默了半想 开口道 我妈和我姐文化程度不高 他们只是想对七七好 你也别太上钢上线 还有你不要把他们想那么龌龊 要不是他们怎么会有我的今天 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好笑 不管我和张浩发生了什么 他总会提起他的家庭 当初我们在一起时 他愧疚的跟我说没钱送我礼物 委屈我了 我心疼的抱抱他说我不在乎那些 后来我怀了孕 张浩说太突然了 彩礼还没准备好 我把房子车子当作嫁妆 说过我们生活就可以了 再到现在 他说他妈和他姐养育他这么大 他不能忘恩负义 也是他们顺利住进我们家 还理所当然的觉得是我打扰他们的生活 想到这一切我突然发现 以前我爱的张浩好像是我幻想出来的 现在细细一想 才发现基因遗传是真的强大 我静静的对电话那头的张浩说 有他们没我 有我没他们 挂了电话 晨曦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问他 怎么了 晨曦拿过手机 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看着他手机里的视频 视频里张浩一家人其乐融融 视频的标题是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 上传时间是今天 原来张浩打电话不是要我回去 是在试探我怕我打扰他们一家四口 内容也很简单 是他们陪着七七一起打闹的场景 场面很熟悉 曾经我们一家三口好像也是这样 时间也没过多久 怎么感觉恍如隔世 底下的评论都是祝福 好羡慕这种家庭 平平半旦才是最幸福的 夫妻真的好般配 狼才女貌 小孩好可爱 他们真的好有爱啊 希望我以后也能有这样一个家庭 我颤抖着手点开那个账号 是一个月前才注册的 名字叫月圆啊 第一条视频是他和张浩十指交扣 配文是 好久不见 很想你 后面就是他们这一个多月的日常 最初圈的是我回来第一天给他们拍的那组照片 照片里的一家人亲密互动 任时见了不说一声羡慕 我好像疯了一要一条一条看下面的评论 几乎所有人以为张浩和张月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毕竟他们做着不像是亲兄妹才做出的亲密动作 就连我都快当真了 如果里面的男主角不是我丈夫的话 直到我看到一条刚出现的评论 臭婊子 都不知道几岁跟人睡过了 还抢着当别人儿子的妈 我的手比脑子快 第一反应就点进这个人的主页点了关注 再一退出来这个评论就被删除了 显然这个人跟张月认识 我马上私信他 请问你和张月什么关系 他 老子和他什么关系关你屁事 我很不巧 我是视频里男人的妻子 就是那个儿子的亲妈 张月不是他老婆 是他姐姐 他 哈哈哈哈 你比老子还惨 我 他 张月哪是他姐 明明就是他们家养的童养媳 后来听说张浩读了书养光高了 自己找了个媳妇 张浩那个小人 说以后只当张月是亲戚 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被这个消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根据这个人的讲述 我知道了她是张月的丈夫刘鹏 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 她知道张月是张家的童养媳 但我那个婆婆说她已经把张月当成亲生女儿了 张月漂亮 刘鹏娶她还花了不少彩礼 结婚后刘鹏对张月百依百顺 但后来刘鹏发现这几年张月一直不停地给他戴绿帽子 后来刘鹏经常对张月动手 张月受不了就报了警 刘鹏被关进去一个月 没想到他刚一出来就发现张月又跟那家人一起去了 还捡了个便宜儿子 听了他的话我气得牙痒痒 原来我被耍得团团转 张月现在回来是想破坏我的家庭 最后刘鹏还说要和我合作报复他们 他给我发来几十张张月出轨的照片 照片里的张月不像我认识的那样清纯 反而浓妆艳抹 裸着身子 眼神里有着勾人的异味 一想到那对狗男女整天搂搂抱抱 我立马杀回家去 打算把这些照片扔到张浩脸上 让他认清张月真正的嘴脸 奇怪的是他们没在家里 只有琪琪一个人在嚎啕大哭 他看到我回来了跑向我 伸出手来要抱抱 妈妈 我却仍然心有芥蒂 你不是说让你姑姑做妈妈吗 还叫我干什么 妈妈 妈妈 琪琪依旧哭着喊我 你总是不在家 姑姑之前一直说你不要我了 我才让她做妈妈 又是他们 我最终还是忍不住把她抱起来 你爸爸他们呢 琪琪 我不知道 我一醒来就没人了 我气得咬紧后曹牙 正打算抱她离开 又想了想还是走进了我的卧室 我桌子上的化妆品摆得乱七八糟 刚买了没多久的精华也被用了大半 显然这个屋里有女人生活的痕迹 好 既然你们给我机会 那就别怪我了 我打开卧室里的监控 这是刚生下七七的时候安装的 只是好久没用过了 没想到有一天我再次打开 居然是想要捉奸 做完这一切我就带着七七离开了 七七才四岁 跟着这群人长大 他们会毁了她 我刚到陈希家就看到张月的账号更新了 是他们三个在一家餐厅的照片 那家餐厅我认识 小木你别阴阳怪气 我妈他们这辈子都没去过那种地方 我只是想孝顺他们有什么问题嘛 所以我儿子是影响你孝顺你妈了吗 还是他不配吃那家餐厅 那正好我带他走 我带他去 这是波波怒哄哄的声音传来 他一个小孩子 吃那么贵的东西容易吃出病来 哪个孩子不是健养的 你赶紧把我的宝贝孙子带回来 刚刚安静的七七又开始哭了起来 妈妈我不要回去 七七天天没饭吃 我攥了攥拳头 张浩 七七也是你儿子 你怎么能不让他吃饭 张浩顿时心虚了 我听到他压低声音问张月 姐 你不给七七吃饭 张月委屈的声音都要一出屏幕 我没有 七七平时总是吃零食 我只是想要管教他 我那么疼七七 你是知道的 我怎么会不给他饭吃 张浩 你听到了 不要总听孩子瞎说 我心里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张浩 我可以退一步 你妈留在家里 我可以接受 但张月必须走 想让我养小三 绝对不可能 张月开口就是一股绿茶味 都怪我 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 小梦不喜欢我 我走就是了 大不了我还回之前的家 张浩 姐 我不同意 你身上那么多伤 我怎么可能再让你回去 小梦 你别欺人太甚 我姐怎么你了 我告诉你 就算你再也不回来了 我都不会让我姐离开 我直接挂断电话 反正张浩现在只听她妈和张月的话 我说再多也没用 既然张浩这个态度 我也不需要手下留情 我把七七送到我妈家里 全心投入反击当中 到了晚上我紧张地打开手机 手机里的张月穿着性感内衣 张浩一丝不挂 令人可惜的是两个人只是抱在一起睡 并没有接下来的动作 看来还需要我再添一把火 我发布了一组照片 有我和张浩的结婚照 结婚证 还有我们一家三口平时的照片 配文是 我的老公和我的儿子 并且爱特了张月 张月凭借她温馨一家人的定位 也收获不少粉丝 我的照片发布了一个多小时 张月评论区的人终于有所反应 一楼 不会吧 月评居然是小三 二楼 月月看起来这么清纯 怎么可能呢 三楼 那个博主看起来挺真的 人家还有结婚证呢 四楼 抢老公就算了 怎么还有人抢儿子的 真不要脸 大鹏展翅 张月我记得咱俩还没离婚吧 你怎么能去找别人的男人 五十六楼 不是吧 居然还出轨 果然渣男配贱女 我看着这些评论 心里生起一丝快意 这只是刚开始 我把手机关机 等着明天的到来 果不其然 我一醒来 手机里有几十个未接来电 都是张浩和婆婆打来的 还有十几条短信 都是婆婆发来的辱骂我的话 这就破防了 这时张浩的电话又打过来 小梦 你污蔑人是犯法的 你去发个视频配合解释一下 这件事我们不会怪你 旁边还是张月的哭声 我笑了 我就是说了你是我老公 七七是我儿子 有问题吗 我污蔑水了 婆婆插嘴 你赶紧跟我儿子离婚 你就是个扫把星 不守父导 专坑家里人 好啊 正合我意 你可不要后悔哦 张浩急忙拦着 小梦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婆婆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怂祸 赶紧离婚 不能委屈你姐 我不想听他们吵架 直接挂断电话 我打开手机 张月早上更新了视频 视频里的张月哭得梨花待遇 我从来都没说过 之前视频里的人是我的老公 但他是我的弟弟 我为了供他读书初中就辍学 后来他结婚的时候 他老婆要了天价彩礼 我家里实在负担不起 为了我弟弟我只能远嫁 可我嫁过去后 那个男人整体对我拳打脚踢 我实在受不了才跑出来投奔弟弟 没想到我的弟妹一直排斥我 想要赶我离开 竟然不惜造谣我是小三 张浩出镜抱住张月 轻轻为他适去眼泪 我姐真是受了太多委屈 婆婆发挥了他至今最好的演技 儿媳妇 求你给小月留条活路 小月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投奔他弟弟 如果你不高兴家里多了张嘴吃饭 我可以离开 只希望你不要再造谣他了 底下的评论也完全转了风向 一楼 我就知道月月是被冤枉的 月月我支持你 二楼 怎么有人连大姑子的醋都吃 难道结了婚的老公必须跟家里断绝关系吗 三楼 呜呜呜呜 月月好可怜 从小吃那么多苦 长大还被家暴 到最后连属于自己的家都没有 四楼 支持 家暴难都该死 还好月月的弟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可惜娶了个自私的老婆 五楼 婆婆拿出当婆婆的气势来 就该承拯恶儿媳 张浩的消息发过来 小梦 你配合我姐在网上认一下错 网友们都很明智 你真诚认错 他们不会再网抱你的 当然不会网抱我了 重头戏还没开始 这天晚上 我查看手机里的监控 张月一脸委屈的在张浩怀里 起初张浩只是不断为张月擦去眼泪 到后面也不知道谁先开始的 两个人滚到了一起 我强忍着恶心保存好视频 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姐弟吗 那我就让他们当姐弟 只是出轨并不能掀起太大的水花 那如果加上乱文呢 比起单纯的出轨 加上乱文的色彩好像更能引人注意 点绿茶 谁不会 到了白天我低上眼要水 打开直播 声泪俱下 我和老公结婚这么多年 我没想到我的老公居然和他的亲姐姐搞在了一起 我那个大姑子穿着我的睡衣 睡在我的床上 他们还说他们从小到大就一起睡 我在那个家里还妨碍了他们 最后把我赶出来 这些我都忍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还虐待我儿子 不给他吃饭 作为一个母亲 我实在忍不了才出来发声 可他们居然还污蔑我是个恶媳妇 拿出之前监控打印好的照片 效果果然很显著 一楼 没想到居然还有反转 二楼 好恶心 居然姐弟搞一起了 三楼 我之前就看出这两个人的眼神不对劲了 四楼 这个月月一家真的好见啊 事情很快冲上了热搜 这是门铃响了 一打开门果然是张浩他们三个 王一梦 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都不认识你了 我还没说话 张浩就劈头盖脸的骂过来 你怎么不说说你都和你的亲姐姐都做了什么恶心的事情呢 你居然还监控我 你不相信我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我以前怎么没觉得张浩这么恶心呢 那是我自己家 我在自己家监控有什么问题吗 你做都做了 居然还在质疑我不相信你 你重点是不是搞错了 张浩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过了好半天才想起了什么 张越不是我亲姐 我当然知道 小三都跑我家让我来照顾了 你不会还把我当傻子吧 可是网友们也不会信了 毕竟可是你们亲口说的你们是姐弟呢 张浩他妈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既然你知道小月是我们家从小就定下的媳妇 你赶紧跟小浩离婚 我们家是容不下你这个毒妇的 我又一巴掌扇回去 他们瞪大眼睛不可置信 我当然会离婚 但是你搞错了 是我容不下你们 对了 你还不知道吧 那个房子是我爸妈出钱买的 房产证上可没有张浩的名字 房子我打算卖了 你们三个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张浩他妈和张越一脸震惊地看着张浩 张浩低着头不说话 算是默认 张浩他妈缓了缓 又患上笑脸 小梦 这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为何 哪个男人不犯那么一丁点的小错误 而且小月虽然是我家的童养席 但我是把他当亲生女儿的 以后他还是小浩的亲姐 张越一脸委屈地喊 妈 张浩也说 妈 这个婚我一定会离 我是不会和这种女人生活下去的 我之前习惯了姐对我的付出 她为我付出那么多 受了那么多苦 到现在才发现我早就离不开她 张浩他妈怒声呵斥 闭嘴 嘖嘖嘖 果然还是我亲爱的婆婆能屈能伸 我笑了笑 这会我是一定会离的 但是我还有一个东西给你们看 我拿出刘鹏之前发来的照片 你们看看 这个人眼不眼熟 张浩不敢相信 一把掐住张越的脖子 你不是说只爱我一个人吗 这些男人都是谁 张越挣扎开 是你先背叛我的 我满心期待的想要嫁给你 可你呢 居然让别的女人大了肚子 凭什么我要遭遇这些 张浩他妈抓住张越的头发 你这个臭婊子 破坏我儿子的家庭 要不是小时候我收养你 你早就饿死了 张越也抓住他的头发 你是为了养我吗 你不就是为了给张浩白捡个媳妇吗 我嫁过去的彩礼不是全被你私吞了吗 三个人打成一团 全然没有之前的亲密 晨曦走过来落井下石 你们三个要打出去打 这可是我家 说完就打电话给物业说有人扰民 物业过来把他们拉走 一路上他们还在不顾形象的破口大骂 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人开始录视频 你们看 那个是月月他们一家吧 是啊 那个和自己亲弟弟搞在一起的 真是报应啊 这个男的也真是不挑 亲姐姐都能下手 他妈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居然放任他们两个搞一起 还欺负自己的儿媳妇 他儿媳妇可真是个大怨重 碰上了这么一家子 张越崩溃大喊 他不是我弟弟 可没人听他的 后来张越被骂到退了网 他也算是彻底火了 我和张浩顺利离婚 因为他的出轨 他被净身出户 在离婚前张浩跪下哭着求我原谅 他说他和张越只有那么一次 他到现在都觉得他犯的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张浩他妈从开始的求和不成 到后来短信轰炸辱骂诅咒 我把他们拉黑 不想和他们再有任何牵扯 后来我换了工作 花大把的时间陪着七七 纠正他被带坏的习性 我们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比最开始还要好 我把他带坏的习性